武汉肺炎韩国再增123人确诊累计556例4死 中央社记者江远珍首尔23日专店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今天通报 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以今天上午9时为基准 新增123例确诊患者总计达556例出现死亡第4例与清道大南医院有关 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 今天新增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-19俗称武汉肺炎 123例中75例与新天地耶稣会大丘教会有关 确诊死亡第4例为57岁男性 是清道大南医院相关人员 防疫部门正在调查具体死因 根据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消息 第一和两例死亡病例均是清道大南医院的住院患者 第三例死亡病例是一名41岁男性 被发现在广上北道庆州的自家中身亡 在他死亡后进行的冠状病毒检验结果呈阳性 编辑林景平1090223例